子川 有三个人特别要注意 子川之火 五思一灵 战场贵子手 地灵 远周一之花 子川兄 你别打脸啊 我还够来赚钱呢 你们十万火鸡的把我叫我 竟然就是为了让我还钱 你能从他手底下活下来很庆幸吗 还是把钱还了吧 我已经准备要横着走 你不是挺嚣张吗 见吧 阿秀这小子命理待客 生来就是要连续他们 赌一把 为了你我也不忍了 我们三个人 拿着刀 大不了专利牺牲 谢谢阿秀 你跟我们同生共死 那当然了 因为我们是兄弟 万一大哥有什么不测脱 休假你拜托你了 只要我还不会 我一定 不会让嫂子 受到一点伤害 但我没说 小娘 我讨厌的是我自己 紫川修 你真该下定 你曾经答应过我 你会誓死效忠我 可我们已经在不处的时间了 我等你 是 如今 紫川与贝族 水火相对 地理 你果然是铁石心肠 我可以不在乎任何人 除了你们俩 还有个学家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上 活着回来 怎么样 我永远不后会遇见你 我会将我最大的鼓励把我 你还能变成她 我不会再说我道理 这不是高天 这是我们的开始 咱们五千人就把北足三十万大军打得暴徒鼠窜 真是漂亮 走 北足物资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打开看看 别动 什么好东西啊 让你们这么紧张 押下去 是 坐好 走 我是北足公主 卡丹 大人 杀了他们以后你们报仇 对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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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大人 放下 大人 杀了他啊 杀了他 我们先赶紧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好聊一下 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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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明显的吗 是 你 没有想到这个密室还存在啊 有没有想到这个密室还存在啊 这七年帝都天下太平 谁还有密道啊 太舒服了 你不是明早才进城吗 半夜偷摸跑进来干吗 我不先提前进来打开一下消息 我明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今晚要不是我抓住你 你死定了 你抓我 杨明华会放心 毕竟七年前是我出卖了你 这才在领兵司立下了跟脚 你也因此去了远州 做戏做到这个份上 他应该也有几分心了 谁 谁啊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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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正事啊 我问过参兴大人了 他去找我杨明华 他说不会放过我 你上班了 你不是说吗 要你去找我 你上班了 他在这儿 你你去找我 你去找我 杨明华 你去找我 你去找我 杨明华 这个时候杨明华就不得不 把你放了 你要你的禁卫军 连夜整了这个 军报上全部都是横川大街 弄是弄了 不过不是我们弄的 是宁殿下 所以你一会儿 还得乖乖回去等着 他办完事 说不定就过去找你了 那 我 那 我得好好息息啊 嫂子 好久不见啊 我记得 这密室是不是要密码来着 我好像给忘了 似乎是要亲你一口啊 怎么了这是 又看嫂子玩笑了 来 说正事 现在杨明华 想让他死 任何人站出来 就是多个陪葬的 我跟司翊林把盘上 给你准备好了 快滚吧 我不能滚 我滚 就是畏罪潜逃 这盆脏水 要是泼不到我身上 肯定就泼到 哥印星大人身上了 我倒觉得你可以滚 杨明华跟哥大人 对立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分出个胜负 你现在滚吧 哥大人也不是招架不住 二哥 哥 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 军人的荣誉比生命都重要 你这么多年 赤胆忠心地跟杨明华正面对垒 现在教我畏罪潜逃 好 那这样 你留下来 我这七年羽郎同眠 为了你我也不忍了 到时候我们三个人 拿着刀 直接去领兵司行刺 大不了专烈牺牲 届时兵臣军长府 军长大人被逼着膳位之时 他会感谢我们三个人的 反正我不能滚 你真的可以滚 而且你必须滚 我真的 来 阿秀 喝口茶 还是嫂子好 谢谢嫂子 我真是看不了你们滚来滚去 三个大男人磨磨叽叽 阿秀 你看着我 三 二 一 薛哥哥 七年没见 你怎么都胖了 你这七年怎么混的呀 行军要略第一条便是 凡离开帝都者出远门 回来的时候 就要给固人带礼物 礼物呢 疼 疼 疼 好疼 好疼 我都还没碰你呢 是吗 你少转移话题啊 礼物呢 那也行 那你就准备准备 取我当礼物吧 礼物 礼物 倾家荡产 给你买了这个 远州奇异月光石 这块石头 你把它放在双手盘着 日月磨缩 它会变得通透发亮 皎洁如月 晶莹如玉 既可以驱邪闭魔 还可以养颜见体 小姐 七年了 每次你跟秀大人生气 都要烧他的书 这些淫乱书籍 烧了也罢 你也没真烧过来 那是他没有真的 让我这么生气 他走到门口了 他还突然跑了 他到底知不着尊重人啊 或许 他有什么苦衷呢 你不要替他找借口啊 他这次 他就算是回来 我也不会理他 我还要饿他一个礼拜 我还要去叔叔那 告他一状 让他滚回远 之后再也不要回来了 秀大人 您回来了 秀大人回来了 你给我 你看什么看啊 你这些书都发霉了 我拿出来 给你晒晒 那 这些书你看了吗 没有啊 你这些 不都是 冰鼠吗 对 冰鼠 女孩子看不懂的 那我收起来了 秀大人 您说您都到门口了 您跑什么呀 小美 秀哥哥可能有她的苦衷呢 你哪儿这么多问题啊 还不快去把秀哥哥最爱的羊腿 给端上来 小姐 您刚刚不是还会要 我说 你赶紧去把羊牌 给秀哥哥端上来 是 哥大人果然够意思啊 连派来的侍女都这么漂亮 是是是 什么呢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前任君长子川远兴大人的独生女 是现任君长子川参兴大人的侄女 也是家族里第一顺位继承委 子川宁殿下 还不跟你行礼 宁殿下 你一定是罗杰 喜欢喝酒 看到门女你就走不动道 你是明宇 喜欢看兵书对吧 对 对 你就是白川 你是远州战士的梦中情人啊 没想到 宁殿下对我们这么了解 殿下昨天备了一整夜 你们的生辰八字爱好习惯 我都滚瓜乱说的 秀哥哥 哥大人呢 已经帮你们洗脱冤屈了 我是来接你们回府的 我也想回府 罗杰 我来呗 但是你看 我这位兄弟 白川身受重伤啊 我现在立刻得把他送回军营里 片刻不能耽误 否则的话 他就半身不随了 你受伤这么严重 你得赶紧医治啊 不然的话你就会留疤的 我 我府上见过那个最好的大人 还有天生侍女 专门照顾他 我们走吧 我就要回去给你开两瓶十五年的 桂花陈酿啊 罗杰 听懂了 还有珍藏版的冰书 全都送你了 你去哪儿 明宇 好嘞 我来给你们带路 走 说好的同甘共苦提取上司 什么都没有 酒气熏天 在都政司工作 须得一丝不苟 你的形象 就代表了子川家族的形象 你 现在马上滚出去 回去洗个澡 刷个牙 换身衣服再回来上班 今天迟到 封路扣办 不是 大人 我这凤路还没有领到呢 要不你等我领到之后再靠 改面我请你喝酒 北族使者即将抵达帝都 相关事宜 由你全权负责 你还不滚 我靠你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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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以后少喝点酒 伤身体 不喝酒伤心 请帮忙找一名军医来 他们很多人受了重伤 再不救之会死的 请你要么找一名军医 要么让你上司来见我 曾经你是北族公主 现如今 你只不过是我子川的一名俘虏 你如果不能请一名军医 那至少把你的佩刀借我一用 你是俘虏 我怎么可能把佩刀给你 等着被你杀吗 我以皇族的名义发誓 戒配道以用 只为救人 修相 我想以我的身份 即使沦为俘虏 在你们那些大人眼中 也还是有些价值的 你猜 如果我死在这儿 你会承担什么责任 戒配道以用 只为救人 我 来人 把他拖下去 刚处理过伤口 还请晚些再弄动他们 公主的要求太多了 来人 你们干什么 大哥对我们的公主狐狸 你们是不想活了吗 干什么 何谈至极 深夜擅自离去 恐对我北族不利 现在还是会司翼灵府吧 我们离开的时间还不算太久 现在回去 也许也许还未被子传将领察觉 待见过木齐大人之后 你们再做商议 你们不是木齐大人的人 多有多罪 公主殿下 为了北族 你该做出牺牲了 你们可是听命于卡顿王子 我哥从来没有和谈之心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即便是牺牲我 也在所不惜 公主殿下 得罪了 且慢 北族虽有神的庇佑 但终有一死 不劳你们动手 若你们还敬我是公主 请给我最后一丝尊重 我自己来 叽子 行 我是 literature 我明白 这将第一位 consigo 还没闓成 我们肯定 赵 来 平日我府上很少有人进来 所以公主安心住下 我会在外亲自护卫的 这个 应在下不方便与公主共处一室 所以如果公主有什么需要 或是遇到危险的话 随时遥响铃铛 我安排了侍女来照顾公主起居 都是我府上信得过的人 明日一早 我会和阿秀送您去谈判现场 您早些生醒 谢谢你 不客气 此穿袖到此一游 真狠哪 头儿 您放心 所有的东西呢 我们会帮您收拾干净 需要这般的东西也会一一买齐 还是你们够意思 可是要赔的钱可不帮您店啊 还要赔钱 歌山大人明确表示 所有的费用由您一力承担 你们可以帮我作证啊 这些东西不是我干的 这赤裸裸的嫁祸 事发当时 我们怕歌山大人怪罪下来 所以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听见 什么也没说 没法帮您作证 我 这得多少钱啊 我赔得起啊 宁殿下 告诉歌山大人 这下我不欠他的了 对 你现在不欠他的 你欠我的 我可 没那么多钱啊 我还不起 我不要你还钱的 你还愿就好了 还愿 我已经算好了 明日害时呢 是几百年一遇的良辰吉日 那个日子啊 最适合吹竹调丝 情色和明了 要是错过的话 那就再等个几十年 所以 你要还钱还是还愿 自己看着办 自古宝剑配英雄 未来远州交给你 我可安心 百转封殴剑 多谢大人 大人 大人 就是在这儿 我们来吃吧 他们已经走了 怕扫重之毒 就算吃了解药 一时也不能恢复如初 大人 找到他们了 走 走 兄弟们 给我杀了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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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死不了 这第一道菜 是我用鱼心草 苦柏 苦莲 苦瓜 苦参 熬之而成的 那能喝吗 当然能喝了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 熬了两个时辰哪 亲热解毒 这道菜 叫苦海无边 还有第二道呢 当归鲍鱼头 滋阴不虚 贱疲养味 这道菜叫回头是岸 还有第三道菜 粉丝土豆蒸饭 这道也叫什么 这道菜 叫迷途知返 还有第四道菜 金盘洗手 你也可以叫它为 骏马跳水 马呢 问得好 悬崖乐马了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白川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我就是纯粹的关心下属 专门为你做的这些菜 要不你趁热先把汤喝了 是不是我看你吃饭给你压力了 那我就很体贴地先离开 那你就好好享用 把汤喝掉 原来杨明华 本来就打算让你去远州 是啊 那天让北族使者 瞬间抱走的人 写公主羽毛相恋 就是杨明华让我送的 这个挂件送去的时机 太关键了 无论哥大人怎么布局布防 都无济于事 正是如此 所以我没到约定的谈判时间 就必须送走了 否则的话你就暴露了 行吧 惨的可是二哥 刚经历完丛林冒险 现在屁股又开花了 你们还记得我 你这裤子都粘到肉了吗 二哥 二哥 恐怕不能洗澡了吧 不不不 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故意的 多口了 跳哥 派你去远州 是不是为了分 哥大人的兵权啊 没错 你打算怎么办 打架只有真打 才能骗得了那个老狐狸 不过 可能要给哥大人添麻烦 我了解哥大人 他不会随便答应 而且哥大人 咬他这一口 肯定有他的道理 反正不管怎么样 只要杨明华一反 咱们三个 就算是玩玩了 杨明华 真的会反吗 不到逼不得已应该不会 他的目的 是制衡 对了 从这儿不应跑出去 刺杀公主那个人 找到了吗 他就是杨明华的奸细吧 是靖外君的人吗 不是 是我身边的人 叔叔 这肉特别好吃 您多吃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 好吃 小宁 你得让阿秀吃饱啊 让他多吃点 这毕竟是家宴 你总不得让他饿着了 叔叔阿秀是谁 我们这儿 只有我们两个人啊 大人 这哪是家宴啊 如果小宁眼里 没有我这个哥哥 那我也当做没有他这个妹妹 我吃好了 你们慢 不 我根本就没有吃 大人 告辞 阿秀 阿秀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又闹矛盾 不是说好了 还要弹琴呢什么的 我哪有说过什么弹琴啊 我没有说过弹琴 你记错了 我忘记了是我的错 但弹琴什么时候不能弹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啊 子传秀 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 言而无信 出尔反而好言无耻的 无耻败类 叔叔 我们府上还有一些事情 就先走了啊 曾丁大人出府 是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 子传宁 当看不见我是吧 好 这个胭脂啊 卡丹 帝都还有很多好吃的 我改天都带给你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好像是帝都 最贵的玫瑰花露啊 太香了 那些胭脂水粉 我早就该换新的了 我都不喜欢了 全都该买了 把沈姐姐一起啊 好啊 哎哟 这个是什么呀 珍珠手包啊 林家的工艺吧 整个帝都好像只有两支吧 我现在就给它拆开 我们 顺便再买几个手袋 对啊 小宁心中最重要的 应该是我这个秀哥哥呀 秀川大人 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谁是秀川大人啊 噓 子川宁 你又再装听不见我的话 我现在 就从这儿跳下去 我只数三声 三 我们收拾收拾走吧 二 去晚了 那就买不到好的了 一 一 一 来来来来来 你们俩走着敲 这是铁兽常用的没钱 我把这些干净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八年 你 比铁兽晚两年 你们两个都是我最亲的人 失去哪一个我都如断臂吧 以后天眉大帅这些活儿 还有我 你们两个感情很好是吧 是 我们两个发过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当年跟远兴还有哥影星也发过这样的事 可惜誓言易碎 他还是先走了 他走了你是不是很伤心呀 我至今都未敢看铁兽的失神一眼 我说的是远兴 我直到今天才知道 你和远兴的交情缘早于我 你的任务是什么 你若造反 九弟诛杀 你若不反 誓死相随 你觉得我 会反吗 大人与远兴大人情深义重 定不会反 同垂誓死相随 与你神义重 可我就是要反 可我就是要反 我紫川绣 誓死相随 紫川宁 誓死相随 紫川宁 全紫川他最好看 我只看他 什么都听他的 全紫川他最好看 我只看他 听他的 不能躲着他 不能不找他 他问我什么事情的话 我一定要如实告诉他 他不问我的话 我也要自己主动说 你说什么来着 不能躲避他 不能不找他 不能躲避他 不能不找他 他问什么事 我都要告诉他 他不问的 我都要主动告诉他 还有 我不能一个人面对困难 我要帮小宁变强 然后我们一起面对 还有 我不能一个人面对困难 我要帮小宁变强 然后一起面对 我紫川宁 你 小宁 你说错了 我紫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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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爱护小哥哥 你是不是要道歉 对 很简单 之前答应我的合奏 今天能不能履行 能 我是不是高兴 我是不是有点 我还让你来 跟我一起来 我eing他们 我不能乱 你 要是 你 你说 没有 我 说 我 我 我 你 太好听了小姐 此举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文啊 太好了 秀哥哥 我们终于合奏成功了 坦白说 这是我最满意的一次 你 你高兴就好 高兴高兴 我特别高兴 我想好了 我要在我的生日宴会上 当这文武百官的面 我再演奏一次 好不好 小宁 我看还是算了吧 是啊 小姐 要不再考虑考虑 考虑 今天晚上月亮真圆啊 承认了 我没有 你这个愣头戚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还说什么今天的月亮很圆 一定是被我猜中了 我跟你讲 别告诉别人啊 我是喜欢她 可国势未了 二哥 我不准备谈儿女行程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 二哥 你赢了 不仅是公主 还是敌国公主 但我不准备跟她说 喜欢这种事情 是没办法控制的 两情相悦 却又阻鸽 恐怕是你我兄弟二人的命啊 咱们真是无能懦弱的混蛋 混蛋又如何 二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垂头丧气的 如今卡丹公主身在他乡 也许你的存在 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如果你敢 我帮你们私奔 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 你爱上的不也是个公主吗 还是个生了气的公主 想好怎么哄她了吗 在干什么 无可封口 那就休怪我们无礼了 绑了 什么人 杜正寺办案 让开 是 何事 活着呢 死不了 我们三兄弟 最不适合坐牢的 就是你了 怎么 那你们俩就适合坐牢 我要是被冤枉 我肯定马上就跑了 大哥要是被冤枉了 他会杀了狱卒再逃跑 而你呢 我们就算来劫狱 恐怕你都不会跑 他们这次是专门对付我的 就连我无法自证清白这件事情 都已经算清楚了 看来萧龙 和杨明华已经联手了 所以案发室 你到底在哪儿 在干什么 连我都不能说 不如我们逃跑吧 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是 他们现在对付我 为的就是之后可以方便地掌控禁卫军 我要跑了 那接下来对付的不就是参星大人吗 四毅林不可能杀人 小宁 你跟我去一趟军长府 求参星大人给军长令 到时候去枢吕寺 调看四毅林的卷宗 没准就能找到突破狗 到时候就能证明他的清白了 懂吗 走 等一下 怎么了 找了也没用 你知道他在哪儿 在哪儿 不能说 小宁 连我都不能说 为什么呀 我 我去说 好 你们先原地休整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清酒光洞 我先回当帝都 是 是 是谁家的臭小子啊 胆敢调戏远州大将 帝林的棋子 那又是谁家的姑娘 敢叫远州大将军 臭小子 受伤了吗 伤在哪里了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没有你的允许 我怎么敢受伤 阿秀知道你要回来 向我来过一趟 他让你不必担心 司翊林 他自会安排妥当 杨明华有此举 也在意料之中 他这次找我回来 是要有大动作了 明日就是宁殿下的生辰 我这心里总是有些不安 是 如今门雷震天 这暴风雨要来了 是 小宁 生日快乐 你必须被迫长大 你必须被迫长大 小宁 但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慢着 既然如此 那我就宣布了 杨明华阴谋叛乱 大逆不道 已经被当场击毙 雷迅火同叛乱 十恶不赦 也被当场诛杀 远州四十万秦王军 由歌艺兴大人带领 已经到了帝都 各位何去何从 诛军自己选择 胡说八道 杀了他 胡说八道 你们自己看 头领印章 肖大人 你究竟想让我等如何 大人这个称呼不敢当 我只想请在座的各位 在这里留到明天早上即可 这个条件可以接受 还要谢大人 没让我等去同杨明华统领对战 秀大人 你可了解此刻外面局势如何 走 二位大人 你们刚刚说的话意思我明白 只要在座的各位和帝戍军 今晚能留在此处 我以我的向上人头担保 你们的仕途还有生命 都不会受到影响 希望秀大人言而有信 胡大人 走 我接受秀大人的条件 走 何欣大人 请 上 便连 可欣大人 实实物者为俊杰 我的承诺 依远对你有效 大错尚未酿超 现在回头 还来得及 雷洪自视甚高 不甘平反 他的软肋是权利 哥大人是兄弟如手足 他的软肋 是太过相信身边的人 我曾经也信过 但幸亏醒悟得还不算太晚 信可得人心 也可失天下 如今子川这个姓氏 已经成了子川的软肋 当帝都宵禁 雷讯帝处军集结完毕 就可以动手了 这个姚明华一旦反叛成功 三省台必定会为他罗织 名正言顺替代军长的理由 目前 黑袭军的方进和禁边军的明晖 也应该被他控制了 帝都骚乱一起 雷讯的帝术军 便可以堂尔皇之的武装进程 实则 是为了对付禁卫军 而我的任务 是到城外去等戈大人 戈大人 戈大人的远州军 现在正被北渡所牵制 这个杨明华 他竟然算准了 戈大人无兵带回来 如果这样便束手无策 那便不是戈大人了 所以杨明华 让雷红在戈大人身边 我在城外等戈大人 防着戈大人的后手 他这招实在是太毒了 大哥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一旦确认戈大人已死 立刻吹响号角 你吹响的号角声 就说明 是他下一步行动的信号 是啊 这样他们就肆无忌惮了 如果戈大人到时候 能带人回来 便成了你接应他进城 与帝术军抗衡 但是还有骁龙的兵察队 那这帝术军 不如 赌一把 你赌子够吗 当然够了 赌子来了 大哥三弟 你赌一把 老板 来碗面 好嘞 稍等啊 老板 来碗面 好嘞 稍等啊 哦 为了救你啊 老子调动了远州军 现在该走了 你就请我吃这碗面 行了 师父 我懂 老板 加份肉 对不住两位 肉今天卖完了 师父 不是说是有多钱 是你没口福 叫你这徒弟有什么用 看来 远州又有一位重要将领牺牲呢 老板 加份肉 好嘞 马上弄 给德大哥也加一份 好 哥 我给你加了份肉 你得吃完 吃光 我也吃 师父 等您回来 我给您加份肉 您给我买套宅子 一言为定 市长 起伏 早 吃午饭 你会在宽队 乖 你会在宽阖 这conomow 我来 这一门 你会在宽队 你快叫我 去 护生 救命 不是 怎么了 全部拿下 为什么呀 且慢 大哥 这跟我们之间说的不一样啊 这是军长大人的意思 下面地铃大人 宣读军长口谕 军长大人口谕 帝书军诸位 尔等位居高位 甘领聚首 本应孝双国家忠心报国 先行应付杨明华 雷迅等人作乱 欺军叛国陷害忠良 特令带领书律长帝林 前往整顿军纪 清教叛党余孽 凡是参与叛乱者 当即属权 自参教 你这个狗贼 居然敢骗我们 这其中一定误会 一定误会 放心 地铃说大哥 我去跟他说 大哥 过来 大哥 现在情况有变 上报军长大人 他一定会通融的 如果不分清红造白的 把他们定为叛徒处死 那就是挫杀无辜啊 朝堂之争 从来都是城王败寇 没有挫杀 只有漏杀 他们今天晚上一直都在这儿 我一直陪着他们 我可以作证啊 他们今天错就错在什么都没做 帝树军作用十五万巡礼 却坐观局势发展 无论今天谁赢了都不会放过他们 你想想 如果今晚被杀的是军长大人 你觉得杨明华 会跟你放下过仙 跟你成为朋友吗 大哥 今天不管什么情况 我都不会让他们死 因为这是我给他们的誓言 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不要轻易许下誓言 别摸下了 全部拿下 等等 大哥 你让开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还是被他们抢了心 你先别说话了 我扛你回去 回去我慢慢说 再不说 就来不及了 葛大人 到底怎么死的 雷虹 还是姚蜜花 多不是 葛大人 是康慨复死 不 不 葛大人 让我交给你的最后一句话是 紫川为大 如果将来紫川绣找你 一定告诉他 紫川为大 紫川为大 我知道紫川为大 到底怎么回事 我知道 我知道 紫川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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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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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标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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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他 这些 都是阿秀告诉你的 没错 阿秀在远州七年 对这些部族的了解 都十分透彻 那他自己还口口声声说 怕房子丢了 其实话里话外都在提醒你我 真正的危险在哪儿 大哥 有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如果有时间的话 能跟阿秀聊一聊吗 你知道 主要是你说我这地数军呢 每天都要练兵 我给你们中间传话 很累的 我们不是小孩子在闹别扭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只是彼此要面对的东西 不同罢了 但阿秀他知道 你不会伤害我们 他只是 我知道 给他点时间 他会想明白的 倒是你 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是啊 远州这个窟窿 肯定是我去补了 那不窟窿之前 再帮我传个话 这儿 毕竟我是归领兵司管辖的 所以这立场难免有些尴尬 所以领兵司很有可能下令 让领兵和罗伯放弃追雷火 改去评判半寿人和蛇族的叛乱 是的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以私人身份 写信给他们 提前做准备 是的 现在最尴尬的人应该是 应该是地灵吧 这话我不传了行吗 要传你们两个传 干什么呢 明知道都是对方说的话 还在这装不知道 搞得我跟傻子一样 在你们两个中间传来传去 要传你们两个自己传啊 二哥 好了 信 我写 但不是因为听他的话啊 我是为了林斌和罗伯 你小的就是嘴右 我写 起来吧 别装了 我走了 小宁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刚睡着了 我是军长继承人 是子川家的公主 你曾经答应过我 不管我发生什么 你都会誓死效忠我 小哥哥 我命令你跟我回家 我会誓死效忠你的 但正因为如此 我才不能回去 你是军长继承人 是公主 而我是子川的军人 你有你的职责 而我的职责 是听领兵司的命令 现在远州战乱 那命令是让你去远州呢 那我也理应如此 而且 我有未了之事在哪儿 好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只要你有一颗想回家的心 我可以等 你会回来的对吗 我不知道 小宁 对 对 你怎么会知道 现在领兵司的命令 又没有出来 我先回去了 下次再来看你 小宁 不如我们一辈子做兄妹吧 我们一直是好兄妹啊 我换个说法吧 我再过两天 就要去远州了 我可能很久都回不来了 我知道 我等你 我也可能 回不来了 不会的 我等你 好 好 对 不会的 你可以等我 但是在等我的这段时间里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逛逛街 买一些你喜欢的胭脂 口红 还有去认识一些 新的男孩子 小宁 说实话我发现 你身边其实没有什么异性朋友 你现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年纪 这不太正常 没有啊 我 我有很多异性朋友的 司翊玲 罗杰 茗宇都跟我玩得很好的 是吗 小宁 我说的异性朋友 是那种朋友 你是说 那种朋友吗 子传修 你 我再问你一次啊 你说的是那种朋友吗 就像 就像死翊玲和卡丹那样 看不透